嘿 大家好 我是蘿羅卡 今天這支影片剛開始 就要先跟各位分享兩個好消息 第一個好消息是有抽獎的活動 記得看到最後 第二個好消息是沒有抽到也沒有關係 因為我有爭取到一個專屬的折扣優惠碼 也會在這支影片中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這支影片主要就是要來分享一下 Steam Deck 不知道各位的Steam Deck有沒有一個專屬的保護殼 一個收納盒 在市面上啦 Steam Deck的收納包 我覺得看起來相對是比較少一點點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原廠其實本身就有一個收納包 但重點來說 原廠的收納包就是長這個樣子 也沒什麼好選擇 也沒什麼好講的 就是這樣 都是非常一致的 雖然說是有Steam本身 Steam Deck本身的一個LOGO 但是它其實整體來說是比較大一點點 那為了一些造型的部分 它可能就是做的比較素 整體來說都是比較素 但今天要來跟各位分享的這個TOM TALK 在Switch的收納包 或者在現在Steam Deck的收納包啦 我都有用 那用起來的感覺也都非常不錯 因為本身啊 它的收納包 都會做上非常多的不同防護 然後包含 它也會做到一個比較極致簡約的感覺 整體的造型跟做工啦 也是算非常不錯的 那接著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比較薄的TOM TALK 還有包含這個 你可以揹更多東西出去的TOM TALK 收納包 OK 那首先我們先來看這個畫面 因為這裡是原廠的收納包 它其實整體的高度來說 就比這個TOM TALK的收納包 還要再更高一點 其實TOM TALK的收納包啦 因為我目前這樣拿起來的好處 第一個感覺就是 它非常簡約 而且它的外觀造型呢 跟原廠的不太一樣 所以你拿出去會有一種獨特性 再來呢 是它的做工畫整體來說 看起來是不錯 而且它比較小一點 你看它光高度就比較矮一點 所以呢 在收納到大型包包裡面啊 也會比較方便 比較不會佔用那麼多的空間 甚至在攜帶的時候啦 也可以有輕量化的表現 好那接著我們就先來看一下這一個 TOM TALK的收納包 這個是比較基礎的硬殼收納包啦 就是可以收納一台 Steam Deck的容量 從外觀這邊可以看得到 它是用灰色的這個材質 那其實這個材質呢 它是有一點簡單的防潑水 所以呢 一般如果說有一些飲料 咖啡水啦 倒在桌上的話 你可以趕快把它給拿起來抖一抖 這個水珠就會掉了 那上面的造型也是做得還蠻像 以前Switch的收納包 就是該有的按鍵凸起來的地方呢 它都會把這個空間做出來 比較神奇的啦是旁邊這裡 其實有一個斜斜的切角 這個切角呢也是因應Steam Deck的造型 所以我覺得整體來說是做得還蠻不錯的 就這個方式來說 對於主機的保護啦 還有一些按鍵的耐用程度 比較不會讓它撞到啦 也不會讓它去受到一些損傷等等的 都是做得還蠻不錯的 上面的話是有個提把 這提把看起來應該也是蠻厚的 它其實還蠻厚的 所以這個應該也是蠻耐用的才對 那基本上因為這個主機也沒有到很重啦 所以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上面則是有一個TimeTuck的LOGO 接著背面這裡啊 一樣也是照著Steam Deck的一些凹痕 來做了一些處理 那這裡的話也是它整體的主機 而且背板它有一個 這樣子握起來的感覺嘛 所以它就是把它做成一模一樣的造型 能夠簡化盡量簡化 把空間省出來放在包包裡面 說實在就真的比較不會佔他們大空間 畢竟Steam Deck真的是蠻大的一台主機啦 這個真的不可諱言 收納起來呢能夠放在包包裡面結成一些空間 就是一些空間 拉鍊的部分呢 它是使用YKK的 也是一樣上面有個TimeTuck的字樣 拉的 拉的這個感覺也還不錯 它的拉鍊這一條呢只是做上黑色的 所以跟原本的灰色啊 灰點點跳色的感覺 跟那種車子有沒有 側邊的烤漆的顏色跟車頂的顏色 做不一樣的感覺會有點雷同 那整個再拉起來其實還蠻 蠻順的 說實在是真的還蠻順的 OK 那我們一樣打開來給各位看一下 裡面的話呢有這個 YKK的名牌啦 然後還有TimeTuck的一些牌子等等的 一些簡單的牌子 這個TimeTuck的牌子 比較特別的是上面這裡有一塊這個 它就是因為這裡頂住嘛 所以這兩邊就比較不會因為 你在晃動的時候 會讓LR鍵一直去敲到旁邊 它這個是盡量做一個保護 那當然在這個保護的過程啊 其實也會讓你的 足跡耐用度更好一點 那放下來其實他們那個有個特色 就是它的包包啊 大部分都會比較密合一點 然後再來是這裡啊 它一樣用了一塊比較平滑的布 保護我們的螢幕 上面的話呢 這裡則是一個小小的收納包 這個收納包裡面可以放一些 記憶卡之類的 不過說實在的 我的Sleep Deck目前位置 是還沒有裝記憶卡 所以還用不到 那如果裝了記憶卡啦 我相信大家可能也不會那麼長八叉 所以這個袋子的部分就是 如果你真的有用到 那麼大量的遊戲 需要記憶卡的話呢 就可以拿來做一個收納 上面的按鍵這裡啊 不管是觸控面板啊 或者是類比搖桿鍵啊 十字鍵等等 它全部都有做一個 對應的按鍵空位 所以在蓋起來的時候啊 它其實就是相對的 整個受到一個比較好的保護 它的背面這裡啊 其實有一些按鍵 那因為這裡也是有做到 就是像這裡有沒有 有個凹槽 這裡也是相對應做凸起來的 所以在固定的部分 整體來說一定會更好一點 這是第一個硬殼收納包的部分 接著我們就來請第二個登場 那這個包的大小 其實稍微的大一點點 不過它也不是只有讓你 帶Sleep Deck的主機出門 還可以再裝上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包包的表面呢 這個材質 它一樣是有一個防撥水的功能啦 基本上你的茶、水、果汁、飲料什麼的 倒在上面 趕快拿起來抖一抖就好 就可以趕快把它抖掉 上面這裡一樣有一個 TOM TALK的LOGO 一個標籤在上面 是做成類皮革的感覺 質感還不錯 那這一面的話 老實說會跟一些 相機包的材質 感覺是有點像的 旁邊這裡啊 它是做到 也是那種類似防撥水的材質 基本上 它是比較軟一點的哦 不是那種硬殼的 然後這邊有做一個小小的提把 包包的部分 有用一些線材紅色的做一點點綴 上面這裡啊 這裡 原來是一個 一個前面的開口 那這開口的話 基本上啦 就可以放一些 面紙啦 四子鏡之類的 算是蠻方便的 拉鍊的部分呢 則是做成一條紅色的 而且你把它拉起來之後 應該是可以把它往裡面塞 它裡面其實還是有一個 鐵的拉鍊頭啦 這個頭的話 你可以把它往裡面塞 這樣子你可以完全看不到 或者你要露出一點點 紅紅的感覺 好像也都可以 就是看起來是還不錯 然後旁邊也有一個縫線做點綴 拉鍊的部分 一樣是YKK的 因為這裡有YKK的名牌 然後 TOM TALK的名牌都在上面 背面呢 則是還有一個 拉的地方 一個可以拿的地方 手提的地方 接著就是 最主要的收納部分了 這個收納部分啊 打開來 原來它還有附上 背帶 背帶上面一樣有一個 類似皮革的感覺 一個TOM TALK的LOGO 標籤在上面 然後這裡啊 它是弄到一個比較粗 厚一點的狀態 這個應該是會增加 它的整體的耐用度 再背起來啦 要斷掉真的是 蠻難的才對 那兩邊 當然就是可以調整它的長度 換後的話 它是用很粗的 塑料材質 加上金屬的材質 那它裡面呢 是做的比較像一個 W的樣子 這個W的樣子啊 其實在這邊 它有一塊好大塊哦 為了應該是要保護主機的 整個螢幕吧 這裡的話呢 是可以直接這樣 把它塞進來 塞進來之後 它有一個像W的樣子嘛 對不對 所以你在放進來之後 左右兩邊 你這個塗出來的 就是人體工學的握的地方 它會剛好是在鬆開的地方 所以你不會去碰到你的LR鍵 你也不會去碰到前面的按鍵 前面這裡呢 它用一塊特別厚的 去擋住保護你的螢幕 整個主機來 其實最怕的哦 就是螢幕的碰撞 因為螢幕的部分啊 是比較脆弱一點的 所以它在這裡做上一塊 我講真的真的超大塊的 可是我拿不起來 但是這一塊的厚度 各位可以從這邊這樣看一下 它的厚度真的是非常的厚 這裡的話呢 它就是來保護螢幕用的 所以讓你在碰撞的時候呢 也不至於讓你的螢幕受傷 這樣子擺下去之後 然後收起來 就像這樣把它黏住 這樣子 基本上這樣子就可以收好你的Steam Deck 前面這裡其實還有一些功能 就是剛好它的主機正下方這裡 如果說你還要再擺上像手機啦 男生可能出門會帶手機 還有像錢包啦 也是可以這樣子直接擺進去 基本上你可以擺一點點 簡單男生會用的東西 這樣子擺 這真的是我在用的錢包 所以裡面是有錢有厚度的 手機錢包都擺了 那你還要擺點什麼 小鑰匙也許也可以 那重點來了 就是它這邊 它其實還有一個小小的暗袋 這個暗袋呢 你可能可以把一些 比較會掉的 比較小一點的東西 你也可以把它收在這裡面 而且它是用網狀的樣子 所以你可以很輕鬆 看到裡面有些什麼東西 那我自己是比較喜歡 這拉鍊上面的紅繩子啦 不知道為什麼 雖然說這紅繩子 看起來不是有什麼貴重的感覺 它是紅黑配 就是有一種很神奇的吸引力 那如果整體是要把包包給背起來 利用這個背帶背起來的話 其實它蠻簡單的 因為背面這裡其實就有很大的這個 它可以直接把它給扣進去就好 基本上這樣子扣完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直接把它拿起來 當成鞋背包 側背包來背 像這樣子啊 側背起來的話 它就是非常方便 直接這樣背著就走 Steam Lake 它的螢幕 是側在你的背裡面 所以呢 比較不會被外來撞擊去感受到 那如果說像你是會斜肩的 往後面背的話 基本上它的螢幕就是在你的 整個背部的地方 所以呢保護上來說應該理論會比較好一點 這樣子的配置啦 其實整體的話裡面就有放了一些男生比較會放的東西 例如說像錢包的部分 包含手機的部分 這些都是把它放進去 非常OK 沒問題的 然後呢 出門的時候可能 現在夏天嘛 會流點汗 或有時候需要插點嘴 吃點東西插點嘴的 所以裡面可以放包面子 這都是蠻OK的 背起來不會說 整個包包太大太突兀 基本上這樣帶出門 你就是可以跟著Steam Deck 剛剛好的方式 把它帶出去 而且也不需要再多帶一個包包的感覺 兩個包包的部分啊 其實我覺得整體在使用起來的 基本上就可以依照你的需求 例如說 你可能是比較喜歡有個人 個性化的一個配件 這個的話就蠻適合的 因為它跟本身原廠的包包啦 是可以看得出很大的差別 那如果說你的是實用性 想要再稍微好一點的話 就是出門可能會帶一點簡單的東西 這樣子的包包其實就還蠻適合 因為它的整體的體積啦 其實也不算太大 那你想要用手拿的方式啦 或者是想要帶著這樣子 背出門的話 裡面跟著背一些錢包 鑰匙 包含你的手機 面子等等的 隨身的東西都可以帶著 然後還有包含最重要的 Steam Deck 它也可以帶在裡面 這個包包就還蠻方便的 最重要的環節 當然就是抽獎的時候了 那我們這兩個包包啦 分開在兩個地方 來做不同的抽獎 首先第一個 比較大的這一個 它的抽獎的活動 是辦在我們的YouTube跟FB 首先 三個環節大家一定要做到 第一個就是 要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然後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愛TimeTalk 然後另外呢 FB也會有同一則影片的貼文 用公開分享的方式呢 分享出去 這樣子就可以有一個抽獎的機會 另外一個 硬殼的這個收納包 非常有個性的外型啦 它就在IG抽獎 IG呢也會同樣有一篇貼文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一篇貼文 只要各位在那邊留言 我愛TimeTalk 你就有機會可以獲得 那一樣是有三個機會啦 所以我覺得兩邊 各位都可以去一下 那IG的部分 當然你也是要把它追蹤起來 這個是最重要的一個點 這樣子呢 你才不會漏掉一些 比較重要的訊息 甚至啊 我們在上面也可能會辦一些不同的活動 OK 那今天影片 欸不對不對不對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 就是我們的產品折購碼 因為如果你是直接想要買這兩組包包的其中一組 甚至想要兩組都帶回家的話呢 有一個九折的折購碼 就是在面前這一組 各位呢使用它之後 就可以有九折的優惠啦 好啦 那我們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在下面的留言跟影片分享 也別忘記念的YouTube頻道 Soloka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